我好久沒流這麼多汗 欸我剛剛其實也是 那我剛剛 我剛剛就是 一邊踩到腦子 一邊想說 靠我昨天去健身房 流那麼多汗嗎 但是健身房都有冷氣 真的不至於流那麼多汗 真的 因為就是 你知道生命之後 我就會想說 喔運動好像可以讓自己身體變好 然後我全部去健身房 然後我昨天又踩那踩步 之後就死亡 然後也沒流那麼多汗 我真的覺得我會 死在健身房 我就好累 然後才踩了15分鐘 欸你確診有去診所看醫生嗎 有啊 那很多人嗎 蛤 你說其他病患嗎 對對對 剛好沒有耶 因為你知道我去診所看醫生的時候 他的櫃檯就寫 那個快篩糧要先告知 然後我就想說 喔喔喔 所以我要跟他講我確診 然後 然後這種人是那天剛好 通常那診所不會有人 然後就剛好我去看的時候 我一堆人 然後我就說 我確診 但我 因為還是很多人聽到 然後因為診所都很安靜 然後就很多人看我 然後還有很尷尬 哇那時候好像也想說 聽說去鵲子要撿 啊我那時候就跟過來說 欸那有鵲子 他說 喔沒差啦 他真的說沒差 然後喔喔喔好 好酷喔 真的很尷尬耶 講出的那一瞬間覺得 呃 就好像做壞事 你們要不要先離開 對對對 欸那我覺得青冠好喝欸 仙草那個啊 欸 我覺得還不錯 因為他有那個薄荷 現在來來來我要講 我要講 就是他如果 你們的臉在 欸 一人就什麼意思 可是他有一個薄 欸你們的那個青冠 是用炒煮的嗎 欸 我用炒煮的耶 因為是反正我公司 他就 他就確診那一家 然後他就送一包炒藥來 欸一整包炒 然後就丟進那個鍋子裡面 煮那個炒 還蠻酷的 然後 然後他會有一個很香的薄荷味 涼涼的 然後所以才不會那麼難喝 你們以前小時候有喝過那種掌膏湯嗎 有吧 掌膏湯更難喝十萬倍 天啊 然後但是但是但是 就是你一定要煮好當下把它喝 因為你如果把它冰起來 又把它回溫的話 它的那個 就會變臭難喝 它就會變成掌膏藥 這麼恐怖的 好 這 沒想到已經疫情那麼久 還要再講確診的故事欸 我這是第一次去的自己 好 這樣就是 欸我今天拿到住門還在喝啊 我想說要喝久一點 才會好嗎 不想得 反正免費的就喝嘛 好 然後 今天要唱 我們今天的最後一首 叫做 四月七號 好 然後 然後希望台中的朋友 可以多多邀請我們來台中 因為雖然很熱 但是很好玩 因為你們知道這要站穩 好 欸 秀一下我的戒指 很可愛喔 他那樣 在不同 他任何時刻他都可以開花 超無聊的 超無聊的 好 持續期望 沒聊客座的 欸不是 他才不是這麼沒聊客座的 而且 一講 一講 想什麼廢話 但他就很可愛 但他淨嘆會有點像蟲蟲 然後一講完蟲蟲之後 我就對他有點 沒有幫我蟲 不是那麼可愛了 蛤什麼 不行吧 不好吧 欸 側面說我都喊的 好等一下 最後一首歌 四月七號 好